先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见面 欢迎战战来到我们的现场 今天依旧是非常的清爽帅气 不愧是我们的石头品牌的代言人 跟我们的品牌气质 以及我们今天整个现场的主题 非常的契合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境界新生 高能之业 也想问一下战战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自己的工作领域 在努力 然后在不管切换什么身份 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这也代表着 平时工作的生活会非常的忙 非常的工作强度非常大 那你生活当中回归生活 你会是比较慢呢 还是会比较快呢 当然是相对慢一点 相对放松一些 相对慢一点 相对放松一些 那也想问一下战战 就是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什么给自己充电 然后让自己时刻 保持正能量满满的小窍门 我觉得充电的方式有很多 那好比说居家清洁 就是一件很解压的事情 一方面呢 现在有了智能的科技产品 让家务变得更加的简单 和轻松 另一方面呢 清洁之后干净舒适的居家环境 也有利于放松情绪 确实 我觉得在家里打扫卫生 这个过程确实是会让 大家专注于做一件事情 然后就会把那些烦心的事情忘掉 而且家里变干净之后 无论是这个心情啊 或者是你在家工作 或者是休闲 都会是非常舒适 非常解压的一个过程 没错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清洁工具呢 都非常的酷 以前我们说到清洁 其实大家想到的更多是像 扫把呀 托把呀 比较传统的一些清洁工具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清洁工具都非常的有这个非常酷的造型 那也让我们的这个家用清洁工具 从这个将清洁工具到时尚单品的一个转变 没错 而且现在尤其是有了石头品牌的产品 不愧是我们的单人 那刚才站站也提到了 我们打扫房间是一件非常解压的事情 那其实像扫地呀 拖地这些事情还比较费力 那我们现在有了石头的G10S跟A10 Plus 站站你觉得跟以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更加的方便快些 然后也更加的轻松 是确实我们的G10S也是可以让大家完全的解放双手 那我们的A10 Plus也是完全不用用力的去推 我们扶着走就行 那刚才我们说到打扫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习俗 就是年关的时候要大扫除 然后我们有一句谚语叫做腊月24胆成扫房子 大家要花很多的这个时间精力去做这个打扫 那现在有了我们的石头 站站有没有觉得去年过年打扫房子轻松很多 那当然了 有了石头以后就轻松很多 你想啊 卧室客厅书房这些房间呢 都可以用扫地机器人来扫 全程高能都不用我动手 是的 可以解放大家的双手 然后我们石头也把家务变成了一件非常轻松跟解压的事情 我相信这个就是科技的魅力 对不对 没错 而且难得有时间待在家里呢 就让科技去解决一些很繁琐的家庭的一些扫除的一些问题 让打扫呢变得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有乐趣一些 是的 可以让大家在家里打扫的时候呢也都开开心心轻轻松松的 我觉得这样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哈 除了打扫呢 其实很多家务大家都希望可以再轻松一些更轻松一些 比如说像做饭啊像洗碗 这些我觉得可能还好 但是我觉得最让人头疼的应该就是做完饭之后要打扫我们的厨房 因为大家习惯炒菜那一定会有一些油点都会溅出来 地上就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黏黏糊糊的 而且还有这些干湿垃圾在一起啊 如果你家里还有宝宝的话 他们一跑起来一踩到可能就会带到屋子的各个角落 这种状况我觉得可能会让很多的家长非常的炸饱 对没错 那所以就是打扫厨房地面的话 用石头的洗地机最适合了 同步呢就能吸脱干净 哎一下子解决掉了很多这个家庭的困惑 那我们春节也将近了年关也将至了 大家对于家的想念也是越来越多了 那相信很多人说起新年说起回家说起家人总会有很多的话题 那站上你觉得回家过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回家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充电 用充电这个词我觉得特别的形象 等把电充满了之后呢 再出家门的时候就会觉得带着满满的能量 再投入到工作里面去 哎没有错 我觉得家就是我们的充电站 家人的这个唠叨其实也是一种温暖 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 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在外面奔波的这些辛苦啊压力啊 全都抹平了 全都治愈了 嗯没错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家用清洁工具 我们除了扫帚拖把这些传统的工具之外呢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扫地机器人 还有洗地机 那有不少的用户在选购的时候 可能他们第一次选购 可能会比较困惑 不知道该先买哪一个 所以站上作为我们的代言人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不一样 所以解决方案也不一样嘛 嗯像我我觉得就是扫地机器人其实是最重要的 嗯你不用动手就可以解决问题 那洗地机呢我觉得也是必备的 他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就很高效 另外啊他对付那些干湿混合的垃圾也很好用 哎没有错这个其实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哈 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就全都要 哈哈那其实我们对于生活当中不少有宝宝的家庭来说呢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站上也说到了哈这个扫地机可以解决解放双手 然后家里如果因为小孩子弄脏地面呢 这个清洁局部用洗地机就是非常的快 然后清洁厨房洗手间这些地方呢也是非常的高效 嗯没错 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年轻人喜欢用这个扫地机 因为它是我们的懒宅神器可以远程的操控 你一到家家里就干干净净的 那很多家长呢是喜欢这个洗地机 因为它的使用方式会相对的传统一些 而且也比较简单 但是跟以前相比的话呢会高效很多 那说到洗地机我们的石头也推出了A10 Plus系列的智能洗地机 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石头科技的技术专家Alex 跟站站一起来为我们揭晓 我们这个新机到底厉害在哪里 它的科技实力是什么好不好 然后我们来有请石头技术的专家Alex 欢迎Alex 谢谢大家好 小展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是Alex 欢迎Alex Alex刚才站站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 这个石头洗地机这个A10 Plus系列 非常高效的清洁的产品了 所以它厉害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它的秘密呢其实就在我的手上 这个是我从机器上拆下来的我们的一个刷头组件 我们采用的是双刷设计 前刷向后擦 后刷向前擦 这样就能把垃圾卷在中间 再配合我们17000帕的这种大吸力 不管是灰尘 毛发 甚至在地面上的这种方便面 这种干湿垃圾都能吸走 无论干湿垃圾都能一遍搞定 所以打扫起来非常的静松 所以家里有宠物的话这个也很重要 是的 对不对你家里有毛这个就很好吸毛毛 是的我觉得这个说起来 就是可以适合不同的家庭来选择了 那我们的机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没错我们呢还在现场准备了一个模拟的环境 然后也请两位我们一起可以感受一下 哦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可以来感受一下它的神奇了 好不好 来那我们就一步到我们的体验区 带着我们的机器来感受一下 因为今天在现场我们稍微布置了一下 这个我觉得应该 家里的实际情况不会有这么的脏 是的今天非常夸张 对今天我们现场是完全把很多的酱料啊 各种颜色都倒在上面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清洁能力 A10 plus的洗地机能不能把它清洁干净 好那要不然我来先试一下 OK 好吧 来现在启动它 好好 哇你听到这个声音就是感觉吸力很强 对 你看这样复杂的垃圾我们都能一遍搞定 哇 哎这个很像板擦一下就把黑板擦干净了 是的是的非常的干净 这是源自于我们双刷的设计 哇 一下就干净了 对 嗯 好神奇 你看这种 很顽固很顽固的污渍 干干净净 对 其实呢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一点点难度 你还要增加什么难度 对我们可以再试一下干垃圾是怎么处理好 嗯 来我这里面有一些 啊方便面我们看这种固体垃圾能不能有效的处理 哇 非常的有信心啊现场直接给我们难度升级 对没问题 一下 非常干净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适合家里有宝宝的 没错 然后还有有宠物的 嗯因为我觉得养猫 他一定会把一些猫杀带出来对这个对于吸 这些猫杀或者是家里有宝宝打翻一些这种干垃圾的话 吸力真的是非常的强人特别的干净 我们摸一下 的确是这样而且主持人 连味道都没有 因为我们双刷的这种清洁能力 所以非常有有信心 可以应付家里各种的 清洁复杂的环境 没错 而且主持人刚才你在体验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我们机器非常的轻 非常的轻 就是你往前推跟往后推 没错没错 都很轻松啊 这是因为呢还是源自于我们的双刷设计 我们的前刷 刷往前助力后刷往后助力 这样前后推拉起来都不累 同时我们的重心也很低 而且在转动刷头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很灵活 我们做的这些众多的这种贴心的设计啊 其实就是为了让用户真的拿到手上以后 单手操作 上手起来也能很轻松的使用 是的刚才我整个体验就特别的好 就是一只手就可以控制整个机器 然后非常轻松的 而且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就把它清理干净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就刚才 战战说到了毫不费力 就是刚才这个样子 当然 所以接下来有这个问题 想来问一下战战 因为 镜头前很多朋友们可能 没有使用过我们的这个石头的A10 所以他们可能感受不到他的便捷轻松 更不费力 要不然接下来我们请战战来 挑战一下 然后让大家更加直观的感受到他的力 没问题没问题 好我来 但是 怎么样 因为你是代言人嘛 所以我们要加点难度 没有那么轻松 怎么样 你在一边清洁的过程当中 我会给你设置一些问题 你要快问快答 好啊没问题 一边清洁一边来回答我的问题 好的没问题 来请开机跟请准备 第一题 战战你做家务喜欢 慢调思理还是 速战速决 速战速决 哎 第二个 洗地机你觉得是带轰干的好 还是不带轰干的好 带轰干的 带轰干的好 对没有错 因为我觉得这个 滚刷不能快速轰干的话呢 会容易滋生细菌 而且在南方嘛 这个细菌 会更多一些 所以特别适合在南方地区 一定要选择这个带轰干 对不起 第二题 我已经 我已经完成了我的清扫 也太快了吧 才非常厉害 那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们准备了一些问题 其实希望在这个过程就是寓教娱乐 传递给我们的用户一些 我们产品厉害的地方 对 那今天来都来了 那就问完 那就问完嘛 好不好 你看 非常快我们就已经清洁完毕了 才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请战战再来回答一下 第三题 一个刷子清洁效果好还是两个 当然是两个了 这是个送风题 等于是 双刷就等于是一次擦两遍 是的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地上 不管是干垃圾是湿垃圾 我们这个刷头非常厉害 一次等于擦擦了两遍 没错 我们再看一下 第四题 石头洗地机的清洁液 是手动添加还是自动添加 自动 非常的快速 我们的 A10 plus有这个 清洁液自动添加的功能 清洁液会 根据使用的情况来精准的配比 实现最佳的清洁效果 OK下一题 洗地机向前助力好还是后助力好 双向助力好 这是个陷阱体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反应了 肖战老师非常优秀 非常的专业 我们的石头A10 plus 采用的是双向助力 前后推拉都补类 这个非常的非常的厉害 来第六题 石头洗地机 贴边距离是 一毫米还是一厘米 一毫米 没有错 是一毫米 我们一毫米的这个精准贴边可以大大的来提高清洁覆盖效率让全家都干干净净的 来第七题 洗地机 低重心好还是高重心好 低重心好吧 没错没错没有错 Alex已经 点头如倒算 平平点头 平平点头 是的我们的石头洗地机的这个低重心的结构设计呢配合 人体工学的这个手柄你脱完全污都不会觉得累 来第八题 石头洗地机 A10 plus 吸力最高可以达到多少 看才Alex有提到 对啊已经提到了 这个也是送分题 也是送分题 17 17 没有错 17帕的这个吸力非常的强 所以我们的 回答正确率是百分百 不愧是我们的代言人 刚才非常轻松的打完我们所有的题目而且非常轻松的就清洁完了我们的地面 这也让我们想到了一句话就是你必须十分努力才可以看起来毫无费力 是的 那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其实就是 石头A10 plus的系列智能吸力机 非常的努力才可以让我们看起来跟用起来毫无费力 对不对 是的谢谢站着 刚才其实主持人提的问题啊有不少都是我们的技术点 站站真的非常了解 也感谢主持人和 大家我们用户们的认可 在产品的研发层面 我们针对消费者可能会遇到的种种问题 做了大量的测试 目的就是希望 A10 plus这样的产品到了真正的消费者手中 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使用体验 是的我们除了这个清洁力拉满之外 还有我们这个轻量机身 操控感其实也非常的好 没错 那我们除了这些优点之外还有哪些厉害的地方 在使用完以后 我们的滚刷还能自动清洁 我们叫自清洁 除此之外 我们还能双向自清洁 这样自清洁的时候更干净 以及还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我们的滚刷呢有自动烘干功能 这样保证 避免一些细菌和异味的自生 所以是非常体贴的考虑 厉害了 用的各种需求 那我们也马上要迎来今天的新春了 年关也将至 我觉得 大扫除一定是躲不掉的 那个 但我觉得你不管是你自己在家用 还是长辈 给父母 给家人 然后送闺蜜 或者是送 你朋友 都是非常贴心的一件礼物 没错 其实还要再说 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一点是 在类似价位范围的产品中 A10 Plus系列 它的配置很全 还有双刷 能主动的抗菌 能烘干 能有一毫米的延边 还有我们的双向助力 双向自清洁 等等 绝对是属于高配能打 价格实惠 因为呢 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能让 更多的家庭都能享受到 科技带来的 便捷与高效 是它非常的能打 它颜值也非常的高 放在家里其实也是 非常好看的一个装置了 没错 谢谢非常谢谢Alex 我们要谢谢战长给大家带来我们这个 石头智能洗地机 A10 Plus系列的分享 那战长其实陪我们的石头已经快 两年的时间了 对没错 所以你还记得就是第1次使用到我们石头的产品 什么样的感受还记得 当然记得 第1次接触到是 扫地机器人 对 我那个时候对他的那个 急身装 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他看起来很酷 是不愧是作为我们设计师 对这个外观的这个 感受非常的敏锐 其实在印象当中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印象当中 他就是 很方便 然后解放双手 然后很便捷 然后很智能 嗯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他遇到比如说一些障碍物像地毯的话 他会自己抬腿 哦 所以这个抬腿的功能是什么 Alex 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战战的观察能力非常敏锐 我们的扫地机前面有一个地毯识别功能 碰见地毯的时候呢 我们会做两件事 第一 主动增加吸力 因为让我们在地毯的清洁更干净 第二 我们的脱步会自动抬起 因为脱步是湿的嘛 避免湿脱步打湿我们的地毯 哦 所以这大大解决了有很多家庭里面有地毯清洁的这么一个难题 哦 所以真的是考虑到了所有用户的痛点 刚才其实战长也受到对石头的印象也是如数加珍 那转眼也是快到两年的时间了 我们的 石头扫地机也是推出了更多的新品 那我们的新品 G10S高能扫脱机器人 再次让我们的扫地机器人进化到了接近完全体的形态 那也正如我们tvc当中说到的每次改变都有新的惊喜 解放双手一步到位 那接下来我们前方高能大家要做好准备 我们一会要一步到客厅继续的跟大家来探索新的惊喜 以创新来简化生活来两位这边有请 我们两位来到我们非常干净跟清爽的客厅那么问题来了 第一个问题就来问一下战战 作为我们石头品牌代言人你会怎么来评价我们的石头科技 石头科技它很专注在自己认同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这一点呢我非常非常的欣赏 我也很开心能和这样优秀的品牌成为好朋友 其实我觉得优秀的品牌就应该被看见 那能提升人们生活幸福指数的产品呢也应该更加广泛的被认知到对不对 是的 也谢谢战战成为我们品牌代言人 让我们有更多的用户了解到石头科技这样的品牌 知道我们的扫地机知道我们的洗地机 我们希望以科技解放双手 让更多的用户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花在他们热爱的事业和生活中 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的合作就是强强联手 可以来解放大家的双手 所以Alex想问一下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石头的算法非常的厉害 那到底有多厉害 主持人非常了解我们 石头很早就将激光雷达导航这项技术 大规模应用在家用的扫地机器人的这样的产品上 在算法层面我们也一直走在行业的前沿 G10S系列搭载的RMason 9.0 我们最先进的这样的算法 可以实现AI环境感知及3D的精准箭图 大家用起来会觉得扫地机不仅很聪明 不会被障碍物卡困住 还会发现线路的规划也非常的合理 清洁效率高 所以在不久之前我们就看到了G10S Pro 被美国时代杂志选入了2022年度200项最佳发明 那石头G10S高能扫脱机器人 截止到今年的双十一 我们在全国的线上市场 全年累计单品销量第一 非常的厉害 那我们中国品牌能以高科技 立足在全球的高端市场 相信我们的用户都予有容颜 那今天我们要请战战作为代言人 那同时也是G10S的深度用户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年来的这个使用感受 它高能扫高能托 还可以自己洗托布 自己清洁基站 自动集沉还能上下水 智能化程度呢非常非常的高 一起生活 它负责地面清洁 我很审心 真的是可以让大家都非常的省心 那也可以看得出来 G10S智能化的程度非常的高 其实已经默默的融入到了 大家的生活当中了 那不知不觉间呢 也给大家营造了一个更加健康 更加干净的这个空间 那以后这些重复性的劳动 就可以交给石头了 大家就可以解放双手去拥抱热爱的事情 去可以锻炼身体啊 陪伴家人啊 认真的工作 以及可以投入到自己的这个业余爱好当中 是的 那其实我手上还有一道题目 就是我们的石头G10S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优势之一 要考一下 站在一会儿呢 我会给出 呃 G10S的优势点的首字母的这个缩写 嗯 你要根据这个缩写来找到对应的文字 贴到我们的这个答题板上 现实是30秒的时间 没问题 OK 那我们就一步到答题板上 OK 好不好 好 两位这边请 站在这边 OK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题目都贴上了我们的这个封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请站在来揭开第一个题目 这个吗 对 对 揭开 哎 我没拿 好 第一个题目是 GNSTX 这个首字母五个字母 N 觉得 G那应该就是 高 N就是能 哎 我先把它贴上去啊 先对找出来我们就把它贴上去 高 高 高 能 能 S应该就是 扫 扫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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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应该就很简单了吧 C C 嗯 哎 但是我看到就是 有吸 有洗 二选一 对 这个 实际上是 想想想想啊 嗯 哦那应该就是洗 是的 你确定 吸跟洗选一个只能选一个 洗 确定是洗啊 对 我们来问一下 Alex 这很有迷惑性啊 是的 这个题非常难啊 因为我们今年主要是G10S G10S它洗脱布这个功能非常的厉害 所以是高能扫托洗 所以回答正确 对 这个洗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难 非常难 那其实不要问一下 Alex 其实我们在看到了很多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的这个博助 还有网友都评论我们的G10S 体验感非常的好 然后高能进阶一步到位 就像刚才 詹詹也说到的高能扫 高能托 然后你可以带我们来体验一下 没问题 我们先说高能扫 对于扫地机来说 吸力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参数 我们今天在那边准备了一个小道具 来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我们G10S的强打吸力 好 嗯 主持人 麻烦你一会儿帮我把这个乒乓球放在这个管子的最底下 OK 所以它是能把它吸上来 一会儿你就知道 我们现在先把机器开机 好 请放在底下 对 松手 哇 好快 是的 吸力好强啊 没错 1米 2米 2米是没有 这个大概差不多 这个实际上 对于扫地机来说 2500%的吸力 正常家庭使用呢 差不多就足够了 G10S选择了5100%的这种大吸力 可以将乒乓球 刚才我们看到吸起了 半米1米这么高的高度 可见它吸力很强啊 对于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可以大吸力 可以深度拔除地板缝隙中的灰尘 以及我们地毯纤维深处的这种脏污啊 对于尤其是对于养宠的家庭 家里有宠物的家庭啊 非常的实用 是家庭宠物的家庭 没错 是我了 对可以把这些缝隙都清理的特别干净 对 把这个灰尘吸干净了 再拖地 我觉得难怪我们的机器人 打扫起来效果这么的好 然后在拖地方面 战战你觉得它有哪些讲究呢 说到拖地我就会想起来用那种平板拖来回拖 然后过一段时间呢 就会拿那个水桶再刮洗一下 确实有些地方需要特别干净的 需要拿这个抹布来回擦很多的变 然后抹布也是有讲究的 对不对 没错 对于擦地来说想把地擦干净 扑布通通的一变而过 实际上是很难的 但是怎么能做到更好的擦地效果呢 这对扫地机整个行业来说都是一个大挑战 但是石头尤其我们G10S系列 在这个领域有我们的独门密集 3000次每分钟高频震动的声波震动擦地技术 可以把这个地面擦得非常的干净 来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演示机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后面是我们的脱布位置 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震动区 来 现在已经开始了 主持人你手放在这儿感受一下 哇 有没有感受到它的震动 对 它这个震动特别像这个电动牙刷的刷头的感觉 有点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看这里 震动的部分是我们的震动区 用来把一些顽固污渍把它给清洁掉 周围呢是我们的纳污渠 负责把震动瓦解掉的污渍然后再给带走 然后我们又准备了一个小实验 这里面是一瓶水 一杯水 我们看一下 效果怎么样 哇 看到这个水波温了没有 好还有 水都跳起来了 是的 其实这个原理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在震动次数高或者是震动次数多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相同时间内对地面清理的次数更多 所以我们经常说震得快才干净 高频震动能有效瓦解地面的顽固污渍 所以震得越快效果就越好 非常的讲究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光看这个广告其实还不够 对不对 没错 还要去探究十万个为什么 要多做些功课 来了解它的原理 然后了解它的效果 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来看一下用户的评论 没错没错 技术是内因效果是结果 选一个质量过硬的不仅仅是清洁的干净 而且比较省心 是的 我觉得Alex应该有很多的感受 没错 我们实际上在做产品设计的过程中 一定要考虑用户家的千种情况做了万全准备 最后才有可能做到万无一失 只有以更投入的这种匠人的心态 去解决一个又一个用户可能真正发生 或人面对的这种体验问题 才能做出更好的产品 实际上在市面上扫脱机器人的种类也挺多的 粗看好像差异不大 但实际的体验其实并不相同 比如说我手上我们看一个细节 我手上拿下来这个小水箱 主持人知道它叫什么吗 它是从机器身上拿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机载水箱 没错机载水箱 肖老师你觉得它是做什么用的 考虑了考虑了 这个很简单 应该是保持我们的托部湿润 非常正确非常正确 这个我们是提问好可怕 如果没有这个机载水箱 持续对我们的托部进行一个湿润和补水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云湿擦地 这样可能托部会越擦越干 清洁能力就会下降 而且我们的G10S还能智能回洗托部 就是清扫完一段地区以后 自动回去把托部洗干净 所以我们的清洁效果才能这么好 所以我觉得Alex解释完之后 真的是内行要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所以选这科技类的家电产品 还真的是得花一点点时间 来研究一下这些技术的原理 所以怎么样 战战今天物理实验课 上完之后什么感觉 非常好啊 而且也是我们需要的 毕竟居家环境干净舒适 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密切相关的 值得大家花一些时间来了解一下 对 我觉得跟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我们身体好了 健身状态才会好 然后我们过新年穿新衣 穿上新衣服之后 我们才都美美的帅帅的 那接下来还是一样要来考一下战战 看一下我们的石头G10S系列的第二个产品优势 还是一样要回到我们的题板区 好不好 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词 来这边右倾 来揭晓一下第二题 你先把这边拿走 应该是这样的 是的 好嘞 GNJZ 这个很简单 高能 没错 高能 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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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能GNZ 没错 是高能GNZ 没错 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呢 我还想在肖老师这个答案后面前面再加两个数字 5加2 主持人帮我把加号拿过来 好 阿拉斯加 5加2 为什么要5加2 5加2 高能GNZ 为什么呢 两位请跟我一部沙发区 我们看看我们的5加2高能GNZ 这边有请 好 两位请坐 Alex 可以跟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这个5加2的秘密了吧 好的 没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的5加2高能GNZ 这个5呢指的是我们5大基本功能 可以自己洗脱布 自己给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GNZ 补水 GNZ 自清洁 自动易军 然后呢还有我们一个自动集沉的功能 那个2呢指的是我们有一个2个选配的组件 一个呢是这边我们看到已经安装好了 是我们烘干组件 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上下水组件 上下水组件其实很有意思啊 我们看GNZ 这是我们的清水箱 这是我们的污水箱 平时用的时候呢还需要手动清理 但如果配合我们的上下水装置 安装完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 可以彻底解放双手 因为它可以自动像袭击一样 自动上水自动下水 哦 这真的很厉害了 对 这个不仅全能而且还高能的激战 几乎彻底告别了手动操作 特别神奇 没错 对这个动作非常的灵贯 有种一气合成的感觉 嗯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 在我们5加2的这个配置中 最具特色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洗脱布的装置 嗯洗脱布的装置 我们采用的是用清水洗 有一个刮条加压去刮 刮除我们那个脱布上的那个脏水 嗯加压刮和高速刷 我们有个自清洁的那个旋转的滚刷 所以我们叫洗刷刮 所以我们的脱布特别的干净 哇这是一台对自己有高要求的扫地机啊 南方区域呢比较湿润 那刚才提到的液菌和烘干功能 对南方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友好 是而且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就是上下水 其实就是类似于像洗衣机 可以接自来水跟这个滴漏的功能 非常方便非常方便 像我们有不少用户呢 会把我们的这个扫地机装在阳台 或者洗手间的那个干区 嗯然后这样就几乎 就不用自己去用动手去处理我们清水箱污水箱了 对 非常的方便 是可以跟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种实景安装的这个图片 这是在阳台 对非常的温馨 对这张 应该是放在阳台的这个区域 对没错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非常的好看 在家里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时尚的单品 然后它其实装修的风格非常的简约 跟现代我们的G10S是也是可以安装在这个 刚才说到的可以安装在洗手间的位置 可以接水龙头接地漏 就非常的时效 而且它就把活全都干完了 托布也不用大家来洗了 对不对 也不用我来换这个脏水 也不用亮托布 对不对 在清洁的整个事情上面真的是可以当甩手掌柜 刚才还说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是我们可以自动集沉 在这里面60天自动集沉 不需要手动倒垃圾 彻底解放双手 这个真的很方便 对又方便又轻松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把大家都冲成了宝宝了 这个我真的觉得是我们这个2023年 必入清单之一 必须放入购物车 必须把它买到家 同时它可以远程的来操控 对不对 全程非常的高能 而且可以独立工作 没错 其实非常适合送给父母长辈一台 因为它的操作真的非常简单 只需要按下开始 就可以把大家从日常繁琐的这种清洁活动中解放出来了 开开心心的我们一起过春节 没错 那这几年其实大家都流行实在对不对 就不务虚大家都实实在在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给父母长辈然后闺蜜兄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比如说还有谁生日或者搬家 我觉得选它一定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没错没错 而且扫地机器人无论是春节还是平时 其实都很实用 其实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真实的用户的家居的场景图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图片以及我们用户的一些反馈都特别的好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社会越发展节奏越快 那属于我们的时间就一直被压缩 自己在家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呢一方面我们需要用这个科技的产品来助力 大家可以回归到家里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享受生活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这个家居收纳也非常的流行 那如何高效的利用空间不但可以让家里看起来很酷 那同时也可以让生活起来让大家更加的方便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战展一起来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帮我们来还原一下未来的这个阳台 我们要去到阳台区跟大家来展示一下 那刚才我们就要谢谢Alex跟大家的这个普及跟分享 谢谢Alex 谢谢肖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休息一下 然后战展我们到阳台区 嗯 这边 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的未来阳台 那我们阳台的整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收纳柜 所以我想问一下如果让战展来规划一下这个清洁收纳柜的话 你会怎么来收纳 我应该会把所有的清洁工具都放到一起 嗯 清洁工具都放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的未来阳台的这个收纳柜 会怎么规划好不好 一起来看一下 一起来揭晓一下 嗯 哇 是不是非常的规整 感觉很舒服啊 收纳的非常的整齐 是 这样其实可以利用好家里的每个空间 然后减少去找这些配件的这些繁琐的时间过程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未来阳台是一个非常的参考 那我们畅想的未来其实也已经到来了 一个阳台我们除了可以小时休息以外呢 其实还可以包揽这个家居清洁重要功能的板块 那现在其实有不少的房子都是大平层 对不对 没错 我们这个大平层的阳台大多都是开放式的 那阳台的空间其实可以很高效的使用起来 那上下水呢就可以在这个空间来完成 这样来启动我们的清扫 就会非常的高效 我们可以看这些地方 可以做好我们的这个整个基站的安置 没错 所以可以非常高效的来进行收纳 是 而且这样高效的收纳呢 也大大的的节省了家里的空间 嗯 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好不好 对 这边其实也是收纳了很多我们的一些配件 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集成带 对 非常大的大容量的一个集成带 这个集成带呢 它是可以用60天 60天 可以用60天 然后它同时还是这个可以自封口 这个自封口也不用弄脏大家的手 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过滤网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过滤网 对 它有点像这个出风口跟进风口 其实它是这个洗地机的滤网 它是银离子抗菌的 同时还有很多的配件都是我们这个产品当中的配件 我觉得我们代言人应该非常的熟悉 很熟悉 平时在家里其实拆装我都会 而且很方便 是 所以这个置物柜呢设计的非常的好 除了我们这个清洁类的电器 还可以收纳一些我们日常会用到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像手套呀 对不对 然后像一些这个刷子之类的 对 这些储物空间都可以来解决这个存放的问题 嗯 没错 而且在阳台上呢 种一些绿植 放一个休闲椅 晒晒太阳 看看书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是的 可以在我们的阳台来看看剧本 对不对 读读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空间跟生活空间 详绣阳台 岁月静好 是每个人心中的美好憧憬 石头科技对技术的重视 对用户体验的不将就 为我们节约了更多的时间来拥抱美好的生活 那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想要选购我们的清洁产品 那也想邀请站站帮大家来推荐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 以我的经验那推荐一下吧 那如果是送父母的话 你会选择推荐什么样的产品 如果是比较操心的爱劳动的父母的话 我建议可以选石头洗地机A10plus 那如果是比较享受生活的 可以考虑石头高能扫脱机器人G10s 完全解放双手 其实我们通俗一点说就是 如果不省心的就喜欢动手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选择这个可以让它活动起来的 那如果是喜欢出去玩 比如说喜欢跳广场舞的父母 我觉得就准备一台机器人 然后家里如果是面积比较大的 人口比较多的就两个都入 没错没错 那如果除了送父母 那如果我们是要送给比如说工作比较忙的年轻人 他们应该怎么挑选 如果说年轻人时间比较紧张的话 可以选择G10s系列 清洁力呢比较强 在解放双手的层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在外面呢也可以远程的打开扫地机器人 进行清洁 所以回到家家里就干干净净的 所以非常谢谢站站的推荐 那随着站站的推荐呢我们这场活动也接近了尾声了 新年是意味着新开始 那在年中岁末的时候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给家里做一个大扫除 同时也不要忘记给自己来进行一场大扫除 让自己来保持清爽的状态 去跟更多的美好来相遇 去探索更多生活当中的新奇 那今天在境界新生高能之夜结束之前 我们也要请站站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来送上 今年新春的祝福好不好 好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健康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 勇敢前行 那也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同时也要感谢站站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再次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